Hello 你好 我是Terence 欢迎李佩玲来啦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你知道就是你在我的音箱里面还是以前的那个穿着校服 穿着校服然后在舞台上面唱歌的那个时候 然后这一次来到校园唱歌然后觉得心情如何 我其实非常喜欢唱校园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就是很开心很热情 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每一唱的时候都有反应 好 所以就是那你这次来到校园的演唱会吗 然后你有最期待谁的表演吗 可能除了你自己之外 可能戴影啊 飞刀儿的演出你觉得最比较喜欢 我就是没有机会看因为我到最后才唱 就是我一直在化妆啊 准备啊 弄头发啊 练歌啊 然后就是心情要做好准备啊 就是没有机会看到 其实我都想看 OK 对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就是 别的人表演 别人表演的一个 OK 因为其实最近也是知道 李佩玲可能在国外有很好的发展吗 就是在中国有开了机场音乐会 对其实在中国别人会紧张吗 一开始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的紧张的 但是后来我就就是比较去享受它 对对对 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想很多 就是我会 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就是不知道这怎样啊 这个OK吗 这个什么 你会容易焦虑对不对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 可是在舞台上面看你就是很自在耶 就是可能高音还是什么都可以的那一种 训练出来的 都是假的 你们看不到的是后面的吗 所以私底下的你跟舞台上的你 你觉得你会分就是差别很大吗 我觉得蛮大的 比如说 私底下你是一个比较稳静的人 也不算稳静啦 就是我遇到我熟悉的朋友我就不会稳静 然后我遇到不熟悉的环境我就会比较安静一点 OK 这样就是奇妙的这件事情有觉得说 在中国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得冠军 你有想到过吗 会预料之内吗 没有 没有 我真的真的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拿冠军 你还记得当下那个时候被宣布冠军是你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好像你有愣了一下 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 感觉真的是我吗 就很不可思议 因为已经就是唱这样多年了 对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 就是那感觉我不知道怎么 我不懂怎样跟你解释 你懂吗 会觉得不真实 对 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是很不可思议的 就是一个like it's a dream 那可能对以前的你可能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认识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多时间独处嘛 那现在的话就是少了这部分的时间 那可能比较多的眼光会看着你 那你会觉得你会比较喜欢现在的你 还是可能以前的那个时候的李佩玲 说实话其实我还蛮想念以前的李佩玲的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说 之后要怎样还是什么 但是现在的我因为慢慢长大肯定会有很多这种 顾虑 对对对对 所以肯定是想念以前的我 但是我觉得 life goes on you have to move on and move forward and move forward yeah 然后 你蛮乐观的 只能乐观啊 你不乐观你想怎样跳悬崖嘛 对现在24 24岁的李佩玲来讲 其实你现在觉得 你比较想要放更多的心力在里面的是唱歌 还是其实你以后会想要发 就是可能尝试别的领域 可能拍戏啊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我现在会比较专注在我的音乐 对音乐吧 然后我自己现在也有在想说 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或者是 就是在可能空的时间去做一些可以 让自己觉得 比如说画画 不是画画啦 这样子怎样 就是 因为我本身就是蛮喜欢手工的东西 就是我蛮喜欢做这样就是陶瓷啊什么 就之前我去做过 然后我就觉得 是一个很疗愈的事情 我现在本身会想要找一些爱好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人问我 你的爱好是什么 除了音乐就是音乐 所以我会觉得可以找一些 可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就是可能我想要休息的时候 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让我可以冷静下来 哈啰 泡泡拉Zi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Jeryl 李佩玲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我的消息的话 可以到我的IG Facebook去follow我哦 想要知道更多更爆更hit的消息 记得守住泡泡拉Zi 我们下次见